讲述四个朋友测试酒精改善生活能力的喜剧片 再来一轮 周日4月25日赢得了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奖 原最佳外语片奖 成为第四部获得奥斯卡奖的丹麦影片 今年最佳国际电影类别的其他提名者 是中国香港的《少年的你》 罗马尼亚的《集体》 《突尼斯的饭皮之人》 以及波斯尼亚的《战争剧爱打怎么了》 这五部被提名影片 是从93部竞争影片中挑选出来的 《张艺谋的英雄》 是上一部被提名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 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华语电影 距今已经18年 最终混条影片再来一轮 这部由马德斯·米尔克森主演的影片 描绘了处于不同中年危机阶段的高中教师 试图通过喝酒来重塑自己 米尔克森以扮演好莱坞的恶棍和反英雄而闻名 他是一名训练有素的舞蹈家 在影片中表演了一段长时间的醉酒舞蹈 其中大部分时间只穿着一只鞋 这部由托马斯·温特伯格指导的影片 被认为是盖列贝的领跑者 温特伯格是丹麦低预算自然主义电影 制作运动的创始人之一 曾于2012年与米科尔森合作的狩猎 获得奥斯卡提名 温特伯格说 这部电影的想法源于对世界历史上 许多醉酒者所取得的成就的观察 此前获得奥斯卡奖的丹麦电影得主 有1987年的电影《巴贝特的盛业》 1989年的征服者佩勒 和2011年的在一个更好的世界